如果有一個很重要的人要來探望你 可能是你的恩人、名人、總統、明星等等 你會如何預備歡迎他呢? 相信你會說我會收拾好房子、佈置一下、預備豐富晚餐或者收拾好自己 相信還有一件事就是你一定會在家等候他的來臨 也會叫家人來來來,我們一起等他,他幾點就來了 甚至會叫親戚朋友來來來來,我們一起等他,待會可以一起拍照 對嗎? 在啟示錄第二十二章,這裡有三次主耶穌宣告說我必快來 但是同樣也有三個邀請說來來來來 盼望我們今天能夠在聖經的最後一本書的最後一章裡面 看到在末世主耶穌基督要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的來招聚,等待主耶穌基督的再留 當我們看啟示錄第二十二章,那裡講到天使指示約翰說 在聖城的街道當中有一條生命河從寶座那裡流出來 而在河流的兩邊種了生命樹 它有十二樣的果子,而每個月都可以結果 並且生命樹的葉可以能夠醫治萬民 可能我們會問,難道在新天新地人都會病嗎? 其實醫治這個詞是有給予健康的意思 到底那個時候這些葉怎樣給予人健康呢? 聖經沒有很詳細的交代 但是聖經所肯定的就是 以後不會再有就座 而城裡面是有神的羔羊的寶座 神的仆人要侍奉祂,要見神的面 並且他們的額頭上面有神的名寫在上面 意思是代表他們跟神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擁有神的屬性 並且不會再有黑夜 也都不需要燈光日光 因為神會光照他們 他們要做王直到永永遠遠 然後主耶穌三次宣告說 我必快來 第一次他說 看看我必快來 凡遵守這個書上面的預言 都是有福的 在這裡讓我們看到 我們怎樣預備營建主的再來 就是要遵行神的話語 在那個時候 約翰因為看到這位天使所宣告的 就想去拜這位天使 但天使說 不要啊 因為你和我和眾先知 還有那些遵行這個書上面預言的人 我們都是同作伯人 你要敬拜神 然後主有第二次宣告說 看看 我必快來 賞佛 在我這裡 我要按住 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而那些 洗淨自己衣服的人 是有福的 他們能夠有權兵 來到生命樹那裏 也能夠重溫 進入城裏 這裡讓我們看到 當我們等待 耶穌基督的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有 聖結的生活 在這個時候 聖靈和辛苦 就是教會宣告說 來 凡是聽見的人 都應該說 來 到底 這裡聖靈 教會和聽見的人 是不是 跟主耶穌說 邀請他來呢 其實當我們再看下去的時候 就會發現 那裏第3次講的來 是叫口渴的要來 他們就可以白白的 拿到生命的水來喝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怎樣預備 耶穌基督的再來呢 就是首先 我們要來親近他 並且呼喚其他的人 特別是那些乾渴的人 來到神的面前 來得到滋潤 跟著 約翰就作出這樣的警告 他說 凡是在這個預言書上面 加添什麼的 這個預言書所說的災害 都要加添在這個人的身上 凡是在這個預言書上面 減少任何東西的 他在生命樹和聖城的份 都要被刪除 接著主第3次的話 是 我必快來 在這個時候 約翰回應說 阿門 主耶穌 我願你來 今天 在聖經的最後一本書的最後一章 啟示錄第22章裡面 我們可以學習到 在這個末世 我們可以怎樣的預備 耶穌基督的再來 就是 我們要遵行神的話語 要過聖結的生活 還有要來 與神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並且去幫助其他的人 來認識神 盼望 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準備好 能夠可以 好像約翰一樣說 主耶穌 我願你來 請工作 與我們在新潮講 新潮講 請發聲 學習